湖高山色远离城市喧臭 来到台湾唯一的内陆城市 尽管没有明年的海岸线 旅行方式照样能穿梭山水 这是南投露营地 推出的运动旅游行程 一条龙式的服务 从营地住宿 延伸出各式宽呼体验 就是它会比较 新颖一点的体验方式 然后会用不一样的视角 去看日月坛这样子 对 然后跟游湖来说 又会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我们是更接近水面 比起较具挑战的野外露营 台湾兴起的热潮 以休闲放松为主流 像是这个营地主打懒人露营 经营团队从一般营地 转型成有电力 外浴设备的露营车模式 餐点到住宿一车搞定 感觉蛮新鲜的 对 而且蛮方便的 我以前来住院团 都是住民宿比较多 可能都是逛小吃 然后或者是和菜的那种晚餐 对 比较少露营的方式 夏天去露营 先热 热到大概晚上八点 才会比较凉一点 然后早上大概五六点就被热血 打开一门就可以享受到 这边的湖景 美景 住饭店就可能会有 被拘束的感觉 露营从小众户外运动 成为风靡两岸的休闲活动 台湾露营产业商机 上看三百亿元新台币 这台露营车 一印俱全的设备 也打进大陆市场 福建泉州在五二级景区 引进了相同的录影模式 小红书有多少有一些push 因为日月坛对他们来说 就是应该是课本里面 就有的词 所以应该也会蛮想要来 就是好像来台湾 就好像必须来到日月坛 对 所以还蛮 应该有吸引到一些 想来录影的 可能会想要来走走看看 日月坛观光业 行销一网打进 期待更多游客 能以崭新的视角体验 台湾山水之美 东森新闻中午就黄云霓 在南投报道